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就是过年不能在家里 总统蔡英文下午在交通部长 王国才的陪同下 前往中央气象局 勉励过年留守的人员 现场连线两千三百万人之上的 玉山观测站 在台湾的最高职位 现在那里几度 目前是三度 还有探一探 驾杠的台湾头 彭嘉宇气象站 蔡总统也提醒留守人员 海角天涯也要记得打电话回家 过年要过好年 蔡总统上午在总统府 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做出了三项指示 密切关注乌克兰情势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 落实防疫工作 以及做好稳定民生物价 呼吁大家戒慎不恐慌 防疫当头问候不能手牵手 合作已经搭上手 捷克智库台北办事处 28号下午举行开幕式 捷克智库负责人杨达 特别邀请外交部长吴钊燮 AIT处长孙小雅 一起自拍合影 过去台湾比较常和西欧国家互动 赶在春节前 多了来自东欧的捷克智库交流 外交活水 多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华视新闻黄敏慧 方启年陈之学台北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 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 提订阅公共认的订阅 发生了以后 感觉到记者的订阅公司 在文字幕后的订阅公司 并顺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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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顺虚子